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授訓期間我已經有一萬元的工資 很有天然性 應該是一定夠公開的 將來幾百億的工程都會有我份 我十八歲,任何行都可以入行 爭取多幾年經驗,希望我可以有機會做管工 技術工人的議價能力將會越來越高 各項大型的基建已經目逐展開 香港已經進入建造業黃金時代 香港多項大型基建,好像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港珠澳大橋等已經相繼上馬 最新財政預算案指出,2012-13年度 港府基建的開支高達623億元 發展局預計,未來數年基建開支會增至超過700億 所以建造業工人需求大增 我對於建造業的前景都抱著相當大的希望 因為現在基建都很繁榮 而且人手都不夠 如果可以參加到建造業的一份子 其實是一件好事 未來三年的發展計劃會好些 政府的基建全部上馬,所以來報名 首先最現實的就是人工會加了 額外之後你會繼續進升做大工 甚至到有些年資的時候有機會做貨工等等 政府都在說很多基建,或者有很多舊樓會重建 都需要用到這些吊機去發展,拆樓或者再建 在未來這八至十年裡,我都相信會有一個穩定的工作量 前景應該好,都有那麼多地盤開工 我覺得都需要我們新人加入 我覺得一定能賺到食 我們有一個新概念 就是跟成建商合辦培訓 金門在這方面有一個領導地 所以率先跟我們合作 利用他們豐富的資源 有經驗的導師 以及有多的地盤 能夠直接招聘一些學員 來跟我們一起訓練 希望能夠培養一些高質素的技術工人 建造業工人青黃不折 為了吸引新人投身建造業 政府建議增加撥款 支持加強培訓生力軍 配合未來基建發展 業內估計,未來這十年 香港建造業需要增加大量人手 才能夠應付各項工程需要 金門和業界來說 都見到這些技術人才 其實越來越缺乏 於是我們跟建造業議會 聯手和分判商 一起去舉辦一些建造業的訓練課程 例如釘板、紮鐵等 讓一些新人 有志入建造業時 去參加這些課程 藉此幫我們業界找合的人才 亦都可以令到有志入行的人 有這個橋門可以入到來路 這個課程是給一些想入行 而且即時有收入 你等同一個正在工作的人 你的收入已經是 去到一個初級工人的人工 有一個很大的保障 在這裡學習 其實我們提供一套 全面和整套的訓練 對每個學徒都有一個 長遠一點的訓練計劃 最主要是學安全的守則 學習如何使用的工具 物料的運用 要他們學習如何做一個模擬 一個單位有儲 有陣、有樓面、有樓梯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訓練 看他們多些運用他們的工具 和認識那些材料如何用法 學到怎樣控制機 因為這麼大部機 都很危險 怎樣注重安全 還有怎樣操作機 怎樣令到釣運的時候 會做得更好 基本上兩三個月 基本的動作都做得到 考試是會考開架和開釣 釣的時候是釣一塊磚 看它定不定 如果夾一塊石 就是夾著它放一個位置 看看中途有沒有跌下來 那個過程的安全意識 我們現在先招聘後培訓 這個課程 學員來說可以保證到 他有工作這方面的機會 除了學院訓練之外 我們也要提早舉辦一些課程 令他更加早去吸收這方面的工作經驗 學到的技術 更加配合到市場上的運用 建造業是一個需要付出體力勞動的行業 工作雖然辛苦 但是回報亦相當不足 2011年 我們紮鐵商會和工會 紮鐵工人的工資 從2011年至2013年 這三年裏面 有個百分之十的人工增幅 達成了共識 今天建築工地的環境 和以前是大所不同 我們的建築地盤裏面 提供一些休息的地方 更衣設施 疏洗的地方和儲物的地方 加上有整套的安全制服 反光衣、安全帽 令到整個工地的形象 和以往完全不同 為了香港未來發展 政府致力投資基建 從專業職位、管理、監督、設計方面 到前線工人 都需要大量人才 求新建築行業 現在就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在未來的基建工程 只有一張紮鐵標書 都可能過億 這班由建築公司、分判商 和建造業議會 合作訓練出來的學員 未來希望在哪些大型工程 貢獻他們所長呢 希望將來地鐵的資深有份建 未來幾百公程我都希望有份建 未來希望可以參與機場第三條法道的建設 建造業是一個前途非常好 亦蓬勃的行業 所有的技術工人 如果肯用心去做 克苦內路 他一定有很好的前途 說不定將來做老闆